我们信徒们其中最难防的就是我们的言语 我们每日都需要用我们的言语来与人沟通 而我们也清楚的知道 除了要恐惧赞金于上帝的话 我们也要同样的谨慎于自己所说的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说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共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语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上帝说的是我们句句的话语 当我们听了这句话 是否有恐惧赞金的心呢 是否会产生一个心 来使我们要小心自己所说的话 或甚至乐住我们的口呢 传道书三章一节说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而七章又说到 撕裂有时 缝补有时 静默有时 言语有时 我们真的要明白 沉默是有时的 而这种时刻 其实可能会多过我们所想象的 我们活在一个 每日都不断有交通的年代 即使我们不说话 我们也不完全沉默 因为我们能借着手机 社交媒体来传达我们想说的 人常会觉得能有多的话语 沟通就是有更多的知识 智慧的表示 而另外很多人也开始有一个自由意志 觉得自己应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自由表达 不受任何限制 当世界的资讯 分析 新闻 来时 我们也没有借心地接受这些讯息 我们人都不由自主地会被这种环境影响了 但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 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让人的话语泛滥的平台 而在人无意识的情况下 这些句句的话语都会交到主面前的 诗篇111章10节说到 仅为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信徒们知道 畏惧主就是有智慧的开始 而畏惧的表示 就是看重上帝圣洁的话语 和我们自己的言语 神的真理告诉我们 雅各书1章19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慢慢地说 就是知道何时应该静默了 而静默可能是一个片刻 或较长的时间 但这也是给我们能多聆听的机会 因为我们多聆听的话 也能够对情况有更正确的了解 上帝不要我们泄入这个放纵言语的文化 乃是与它对比 在这世界迅速的话语交流当中 主要我们成为灭火的和平使者 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而这使人和睦的方式之一 就是学会和时沉默 但当然我们不是一直要静默的 上帝是常对我们说话 所以他必定也是要他的儿女 有言语的时候 但当上帝说话的时候 他是有定见 但却懂得如何自我控制 应该或不应该说的时候 而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儿女们使用言语的方式 我们是有一个冲动的性质 有时把话说得太快 太重或太有自信 但却是在不完全的了解整个状况下说的 但耶稣不出心的说话 因为他是花更多的时间 以祷告的心来与天父交通的 即使他有一张嘴和一个平台来与众人说话 但他从不利用他的能力来任意的讲话 相反的 他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并知道我是基督 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 我说这些话乃是赵正父所教训我的 他是确认了一切从他口中所造就了人的话 都是借着主的带领 而他也给了我们这经文的好榜样 诗篇一百四十一章三节说 耶和华 求你禁止我的口 罚首我的嘴 上帝给了他的儿女不一样的环境 遇见不一样的人和情况 来把对的话语带出来 而把福音传到我们的现场当中 所以我们个人都应当以祷告的心 来分别我们的环境和限制 我们应该时常与主交通为先 来得智慧 而确认自己不清楚的地方 不要降服于环境 或人所给的压力 而说出多余的话 而过后 如果上帝感动我们 我们应该追求更有帮助的方式来讲话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真的分辨了上帝要我们说的话时 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口 言语 说话的平台 对话的人都是在主的主权里 所以我们的话语是何等尊贵的 我们要在爱里说诚实话 而不是为着人的喜悦 乃是为着主的赞同 这就意味着 有时得说出上帝温柔安慰的话语 但其他时候却应当要说出一些 因为要造就人而责备的话语 要分辨我们应该或不应该说的话语 都是主借着来使我们依靠他的方式 所以 要竭尽我们的话语最好的办法 就是要有一个对上帝话语 和我们的言语 恐惧战惊的心 畏惧上帝是我们守住口 而不放纵话语的最佳方式 祝保守各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